男明星代言美妆类产品真的太多件了 很多人无法理解 表示男明星代言彩妆不合适 看看蔡徐坤的代言图 清爽不油腻 主要是这个造型很不错 没有那么浓重的妆感和辣眼的造型 风风这一身也非常的清爽呀 没有什么特别的造型 就是最普通的寸头 可是就是拍得很不错呀 这个牌子 这次真的算是审美在线了呀 邓伦大帅哥也是妥妥的颜值在线呀 很性感的感觉 让人看见就很有购买欲的那种 而且只看脸就非常舒服 好感也是蹭蹭上涨 这种图拍出来 它不香吗 王一博这个看了也是非常惊艳呀 这个真的看不出是在拍广告呀 很喜欢王一博这个造型还有黑衬衫 少年感满满 这样看起来就很舒服呀 那鱼拍广告就该照着这个来呀 王俊凯身上的气质真的太干净了 拍的广告也是 很清新的感觉 弟弟的侧眼怎么看怎么绝呀 这才是男明星代言美妆类产品图应该有的水平呀 起码看起来就很舒服 龚俊 龚俊顺毛造型拍的这个真的绝了 这个造型还挺适合他的 而且看起来妆感也没有很重 不会让人反感的那种 主要是脸真的太好看了 李宪这个笑容真的太温柔了 是那种很成熟的感觉 也是最普通的造型之寸头 主要还是这张脸好看呀 朱一龙 任佳伦这个是我没有见过的 但是不得不说很好看 很自然很舒服的感觉 彩妆代言图拍出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了 明明也是代妆 却不会让人反感 黄轩任佳伦 说实话 这张图真的很形象了吧 很多人眼中男明星的彩妆代言图 都是黄轩那种吧 事实证明都是误解呀 看看佳伦的 真的很养眼呀 看看人家拍图的审美吧 当然 黄轩纯属被人坑了 你们感觉这几位的美妆代言图 都是什么水平 对于我说的 我觉得地图对于美妆代言图 我这参与美妆代言之后 该是美妆代言之后 面试下有一个更多参与美妆代言 感谢观看